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决赛是否会付出 太阳在实力上都占据了绝对上风 而根据知名数据网站Fever Certified的模型预测 太阳夺冠的概率也达到了惊人的70% 唯一的悬念就是谁能拿到最后的FMVP奖杯了 按照季后赛的表现趋势 虽然艾顿的堪称是球队定海神针一般的存在 但它毕竟不是球权的绝对掌控者 本赛季季后赛场军数据为16.8分11.8篮板 命中率70.6% 怎么看都还是一名篮领球员的水准 所以如果太阳夺冠的话 FMVP肯定会在保罗和布克两人之中产生 而由于前者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大场面属性 大概率会得到更多的选票 获得这项伟大的荣誉 那么问题来了 一直被球迷称作空位之神的保罗 得到FMVP的荣誉加成之后 历史地位会上升到一个什么样的层次呢 先来看他的现状 从技术能力来说 保罗作为一名空位堪称是完美的存在 他的球伤卓绝 风格沉稳 除了助攻能力顶级之外 几乎没有他不会的进攻方式 尤其是那一手稳健的中距离后仰跳投 在历史上都没有哪名空位球员可以做到如此程度 所以个人认为当他有了FMVP之后 足以成为仅次于魔术师约翰逊的历史第二空位 一 保罗的生涯荣誉已经十分辉煌 自从2005年进入联盟之后 保罗就被誉为是可以继承内神和积德一波的未来之星 生涯至今 保罗几乎拿到了一名空位所能拿到的所有小荣誉 比如四次助攻王 六次抢断王 还有以纯空位的身份 四次入选最佳阵容一阵 七次入选最佳防守阵容一阵 可以说除了MVP和总冠军 他的生涯几乎是圆满的 可惜前几年由于伤病保罗 一直都没能触碰到更高一级的荣誉 当他拿到FMVP加上生涯累积数据 完全可以一跃升级到此前未能达到的高度 二 作为纯空位 保罗比库里更加出色 其实空位这个位置 最主要的衡量数据就是助攻 纵观历史上的伟大空位们 全都拥有好看的助攻总数据 魔术师生涯助攻总数为10141次 斯托克顿15806次 积德12091次 保罗也达到了10275次 所以作为一名空位来说 保罗实际上比库里做得更加出色 后者最主要的生存手段还是三分球 生涯助攻数不过是4984次 在历史前10空位中是最弱的 换个角度讲 如果一名中锋球员场 军篮板数只有五个 那么即便他得分再出色 恐怕也难以得到外界普遍的认可 当保罗拥有库里没有的FMVP奖杯后 风评必定扭转 三 保罗的生涯过程 泰丽智在2019年季后赛火箭 输给勇士之后 很多球迷都认为保罗一辈子 也追不上库里了 可谁能想到 在近两个赛季里 保罗成功证明了两件事 第一是他可以决定一支 球队很高的下限 将至在摆烂的雷霆 和遭遇瓶颈的太阳 带进了季后赛 第二是他能在球队配置 足够好且自身健康的情况下 无限拔高球队的上限 太阳队今年能够抓住机会 闯进总决赛 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经历了诸多的艰难困苦之后 保罗终于有机会异常夙愿 相比身边群星环绕的库里 保罗的成绩 是一步一个脚印打下来的 如此获得的总冠军荣誉 其含金量也不言而喻 当然 保罗现在还没有拿到总冠军 说他会超越库里 也仅仅是一家之言 但篮球的意义就是不惧艰难 去挑战不可能 当一名被命运诅咒的小个子 空位可以坚持爬到人生之巅的时候 相信没有人会再去质疑他的实力 这份情怀往往会比荣誉本身更加重要 喜欢就点个订阅和赞 谢谢支持 去 去 感谢观看